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如何的度过才是在上帝面前无愧的生活呢 每一天正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阿们 我们再读到最后一节一二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天待人 阿们 我们再来读一遍 从二十三节读一下一二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 主并不偏待人 阿们 我们心怀二意 上帝可不会被欺骗的呀 我们这一天当如何的度过呢 怎么样生活才是正直的 我们的想法行为上帝都知道 上帝在告诉我们你这一天该如何的度过呢 从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这一天就成了不义的一天 是受灾难咒诅了 得不到祝福啊 那么大家和我遇到问题了 那我们领悟我们以前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没有在主里面服从 在主里面服从 我首先在主里面正直了 这时候我才能做到服从啊 那第十九节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不可苦待他们 爱妻子的肯定不苦待他们 丈夫们总是苦待妻子 不爱妻子 因为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谁没进入到主里面 首先女士们 首先妻子们要进入到主里面呀 这不幸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 这不幸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 进入到主里面的 是服从主的 服从主的人 是能得到丈夫的爱 不会被受苦待 当时好些韩国的女性受苦待 赶紧领悟 你没有进入到主里面呀 你没有正直的生活呀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生活 有做主也有祝福 那么我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丈夫们总是苦待妻子们 这圣经都如实的 正确的精确的指教于我们了 妻子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这时候丈夫就苦待你 夫妻关系不合目 那儿女呢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这是听从父母啊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面顺从父母 这一切都是在主里面 主是 马太福音16章16节 主是基督啊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要进入到主里面来 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这一切都是属无性了 我们看一个牧师 他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他就开始苦待妇女 苦待他的妻子 那也是很辛苦煎熬的呀 那这时候儿女们 儿女们也受煎熬 儿女们不恭敬父母 因为没有进入到主里面 无法恭敬父母啊 那21节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父母们一般都在惹儿女的气 总是在和其他的孩子对比 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如何如何 总是让孩子们难过 这都是属魔鬼的时候 父母就惹儿女们的气呀 那儿女们就气馁了 失了志气呀 就难过了 21节 我们再读一遍 一二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阿们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 这么的为所欲为 因为他们都失了志气 整天都没有活头 父母惹儿女们的气了 父母们把自己的压力 都撒在了儿女们身上 我们没有进入到主里面的时候 就是这样啊 按照我们的行为 主都报应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养好儿女 这就是成功了吗 结果都惹儿女们的气 上帝的话语 大家要阿们呀 大家都没做悔改吧 这方面没有做悔改祷告 就不喊阿们了 越是学识高深的父母们 就惹儿女们的气 这儿女是上帝 交托给我们的 基业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呀 诗篇 127篇 三节 这儿女是上帝赐予你的基业 并不是你自己的呀 而我们总是觉得 内心带着贪婪 总是把孩子当作是自己的 结果惹儿女的气 这时候儿女们就变成问题孩子 内心就气馁 失了志气呀 在父母面前 看似很谦虚 但是结果背地里都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都是我们当作悔改的内容啊 妻子要做悔改 丈夫要做悔改 父母要做悔改 儿女们要做悔改呀 这都是我们当作悔改的内容啊 第二十二节 我们在一起读一遍一遍二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阿们 我们看一个人 在眼前侍奉 如何知道这个人是否是装模作样的 只在眼前侍奉呢 爱讨人喜欢的 这都是在眼前侍奉的 我再读一遍 你们做仆人的 我们出门在外 别人都比我强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仆人 你要在凡事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哪怕世上的人是恶人 你也要做仆人 哪怕面对恶人 你也要做仆人 在主里面是仆人呀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好些人迎合人的情绪 是讨人喜欢的 这都是在眼前侍奉 只在眼前侍奉 越是牧师就是这样 讲实话的时候 假的教徒就飞走了 我们教会也一样 只教你真话正确的 只教你真实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觉得 自尊心受伤害了 结果被飞走了 我们往往喜欢在眼前侍奉的人 爱听异端的讲道 听了讲道 结果去地狱了 这就属于异端呀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好听的话都是属于异端的讲道啊 内心带着刺痛的 这才是智慧者的言语 传道书十二章十一节 听智慧者的言语 得智慧 评伯大后书三章十五节 智慧者才能得救恩 智慧者的言语 听了智慧者的言语 我内心受刺痛了 我才能做悔改祷告 这时候病痛得医治 儿女们也得医治 而属魔鬼的却排斥这些 只喜欢心怀二义二重人格 在眼前侍奉 讨人喜欢的 这都是属魔鬼的呀 这就是当今假教徒的聚会呀 我们再来读一遍第二十二节一二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阿们 我们以为自己很正直了 但是你没做悔改祷告 你没进入到主里面的话 你还是属于在眼前侍奉 照着上帝的话也就能看清一切 看这个人是心怀阿异了 还是真实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班里的班长曾经做事迎合每个人 这都是属于恶人了 你讨人喜欢的时候是成恶人了呀 那么我们在这一天我是怎么度过呀 你肉身的主人 我的行为 我不是说面对恶人 我就可以随便了 我的行为 我每一样的行为 都是给我自己留下的 给我儿孙留下的 罗马书二章六节 我的行为如实使我返还 二十二节我们再读一遍 我们领悟我今天 到底是不是属于二重人格 到底是不是属于 讨人喜欢的 属于迎合人的 结果把灾难周知都留给自己和儿女了 我们今天分辨吧 哪怕我们领悟了上帝的话语 那这时候大家不会再迎合人 不会再只在眼前侍奉啊 大家总是爱看人的脸色 人的脸色 我们再读一遍 二十二节一二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阿们 我们都来自于主 在这世上与主同行 最终回到主那里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这是我们的人生啊 我们要像在主里面 我们敬畏主 存心敬畏主 在主里面做一切的事情 敬畏主 就是诚实啊 这诚实正是信心啊 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耶稣所说二章八节 要获得信心的礼物 我才能诚实 我们看一个人很诚实 结果他是二重人格的 只是在眼前释放而已 你相信这样的人 结果你的企业倒闭了 你的事业败坏了 我们要先做诚实的人 诚实的时候使我们成功 不诚实就是走向败坏呀 而我们却不明白什么是诚实 在主面前 存敬畏的心 无愧的做事 与主同行 获得信心的人 这才是诚实的 你只是在讨人喜欢 只在眼前侍奉 这都是二重人格的 大家都阿门嘛 那我们领悟过来吧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呀 我今天是什么样的呀 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丈夫 我如何对待我的妻子 我到底错在哪里 上帝 上帝都精确地告诉我们了 妻子们没有在主里面 没进入到主里面 没在主里面顺服 这就是当作悔改的呀 我们真实的顺从真理了 这时候才是真实的 爱戴自己的妻子 不苦待他们 而我们呢 不领悟啊 不知道自己 该悔改哪方面 那儿女们呢 儿女们要在主里面顺从父母 而我们都 没有依靠基督的奥秘 无法进入到基督里来呀 无法进入到主里面来 那父母呢 父母整天惹儿女的气 说你好好学习呀 又惹儿女的气了 你不能这样 这又惹儿女的气了 父母们把灾难 就只留给儿女们 然后又说儿女 不知道看 父母们要看着儿女的过错 当作自己的罪 来做悔改祷告啊 据说好些科学家当今在 试验灵魂是否存在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上帝告诉我们了 你和你家里养的处类 家处 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 你和你家里养的狗啊 你家里养的宠物都是一样的 创造这世界的时候 上帝 创世纪二章七节 上帝只将生气吹在鼻孔里 即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 使我们人有了灵 而当今科学家在研究 这一切都是在见证 圣经是否是精确的呀 做了博士 然后你在研究这些吗 有各样的研究 上帝告诉我们 有就是有啊 我们不经历到基督里 是无法明白这一切的 这一切都是当感恩感谢的 世上的人都是在见证 这圣经是否存在的呀 这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是 整个所有的事情 而我们呢 我们没这样生活 没有在主里面生活 这时候又有灾难咒诅了 那我们该怎么样的生活呀 我们去运动的时候 光坐在那里 用眼睛看到的 看到的一切也是自己的了 创世纪十三章 那眼睛光看到的 光用眼睛看到的人 光嘴鼻子活着 什么都做不了 你出汗出力 你也要真实的自己来 有行为 你要行动 这里 你才能得祝福啊 上帝的话语 我们训练吧 这时候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志愿大家今天全获得这祝福 把家庭里的灾难全消除掉 我们都做爱国者吧 主啊感谢您 上帝实在是真好啊 有些信徒讲了 牧师啊 我的丈夫如何如何 没关系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这一切主都给你补偿啊 有些信徒又说 我的妻子如何如何 上帝告诉我们 主偿还给你 主补偿给你啊 我的父母如何 我的儿女如何 这一切不要抱怨啊 我的肉身的主人 是辱骂耶稣的人 是信奉其他宗教的人 你别这么讲 主为你亲自补偿一切啊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处在何处 你要在主里面生活 这时候主为你偿还一切 你诚实的生活 这时候去天国呀 我们找一下真言二十八章十八节 我们不需要二重人格 我们也不需要看人的脸色来行事啊 什么是诚实啊 诚实的人不会信华爱而已 诚实的人不会二重人格的 只要我和主的关系确立的话 别人也都明白了 使我们永生去天国的 难道单凭一句辱骂的声音 我们就丢弃去天国的祝福吗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比特前书四章十四节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做有福的人 这时候就受辱骂 我做有福的人 那我的儿女就成了有福的人 那我们怎么能单凭一句辱骂声 就丢弃了做有福的人的祝福了呢 大家和我是爱这个国家 爱这个民族的 我们是爱戴 我们去永生的天国 使我们的儿女得祝福啊 当今据说好些宗教 其他宗教也在讲天国 其他宗教也在讲天国地狱了 讲话都跟我们基督教很相仿啊 他们也在讲中间需要一个中宝 然后才能遇见 遇见上帝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宝 这是真实的 这才是真的中宝 别人辱骂我们了 我们就丢弃做有福的人了吗 我今天生活诚实 诚实是有果实的 我种什么就如实收成什么 通过这个祝福 使这个国家得救 使我们得救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 这一定是能行的 正义28章18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行动正直的 避蒙拯救 形势弯曲的 历史跌倒 阿们 今天我们要都诚实啊 行动正直的 这诚实是获得圣灵 有顺从的信心啊 这敬畏正是诚实啊 我们看一个人 什么是诚实的 没有 这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做诚实的人 不再做二种人格 不再讨人喜欢 做真实诚实的人 这时候 这种诚实的人 政治的人 多起来 这个社会才美好 这个家庭美好 他得拯救的时候 家庭得拯救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要过为人的生活 一定要依靠上帝的话语 这凌晨我们要获得帮助 是得上帝的帮助 当我们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得帮助 企图行传二十章二十一阶 今天也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诚实 不要再讨人喜欢 讨人喜欢的人 这都是二种人格的人 只在眼前侍奉 这时候 他无论去哪做工作的话 反而就毁了那个地方了 我们领悟我一直以来 成了毁坏我们单位的人 我一直以来成了 我们今天凌晨来领悟 我成了恶人 毁了我们国家呀 我们今天正确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 诚实的生活 使我得救 使这个国家得救 使家庭得救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呼唤主啊 三场一起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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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为我们消散 求主为我们驱赶 我家庭一切的灾难 咒诅 求我们 求主使我们诚实 求主使我们诚实 为了人类生活 为了人类工作 我有顺服于我的丈夫吗 我有爱戴我的妻子吗 我是否苦待了我的妻子 我是否在主里面 恭敬父母 我是否惹了儿女的气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